- 欢迎收看最后五千秒给你全方位新闻视角 我是高云 在看今天的最后话题之前 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最后来宾们 首先欢迎的是财经专家赖宪宪正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人邱明宇 玉玲好大家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张明佑 玉玲好大家好 还有三立财经记者张怀祠 玉玲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关键自由哪一些呢 到底大家今天最关注的话题有什么 怎么又有孙安琼跟孙鹏他们家 看起来这个连日烧 可能大家对于他的状态是有一点点关心的 还有就是冷气 天气真的太热了 其实今天排行榜上面的新闻 恐怕都会跟天气有关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前五名 有哪一些焦点话题 第一名就是卖家的朝劲 极端高危 有上千人真的当场被热死 非常离谱 稍后要来关注 第二名我们则是要来看 很多人都说 那我家如果用便秤的冷气 会不会比较省电省钱呢 可是就有人他说他照做之后喝包哭了 怎么回事稍后来讨论 第三名则是娱乐话题 就是孙安佐 因为他先前不是讲吗 25岁要干大事 那他8月底要生日了 所以到底会做什么吗 其实大家有一点点紧张 第四名则是来看这句话题 这是赖清德在今天宣布 要升起事件跟暂时处分 就是关于国会改革案件 第五名则是要来关注生活话题 就是马来摩 现前很不幸的 来到台湾的过程当中 就过世了 今天原因出炉 也是跟天气有关 真的真的太热了 好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现在已经先前过了夏至了嘛 所以感觉上这个温度要越来越高了 今天你有没有觉得走在外面 好像有一点要被靠熟的感觉呢 其实不止台湾有感 我们看今天的第一名的国际话题 就是麦加 我们都知道很多穆斯林他们一生当中 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要去麦加做炒景 但是没有想到当地居然 超过50度的高温 非常非常的可怕 有上千人当场热死 先来看我们的报道 伊斯兰教年度甚是麦加炒景仪式 尽管今年擅自喷水风扇等降温小物 形影不离 还是挡不住毒辣阳光 高温一度飙迫 涉事五十一度 夺走上千条穆斯林性命 宗教圣地沦为高温炼狱 其中多数死者来自埃及 如今埃及当局吊销十六间旅行社的经营 许可证 指控他们以个人签证安排炒景 又没有提供医疗援助 得为这些丧命的朝圣者负责 而且美国旅行社也有类似状况 利人花费一万一千五百美元 将近三十七万台币的全包旅游套餐 朝圣之旅却成了父母亲黄泉路 家属之一 马里兰州的旅游公司大有问题 沙国政府也责无旁贷 但CNN报导有朝圣者直言 包括医护人员等准备 根本不足以应对高温威胁 再加上很多人没申请朝警签证 无法使用这些便利设施 导致涌入两百万人的年度盛事 悲剧平传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道 我们刚刚看到这五十一度的高温 真的没办法想象 光是在台湾 像台北市可能三十三度三十四度 我们就觉得天哪真的要蒸发了 但你看看麦家出现了 这么样子的极端高温 那么其实沙罗地亚阿拉伯当局 也当然非常的难过 这些全部都是穆斯林 因为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到麦家 不过每年都大概有上百万人会涌入 所以其实人多恐怕也会推升温度的提高 我们就来问一下明玉姐 发生这样的事情 今年上千人被热死 这真的可以说是之前都没有发生过的 我们先讲 这个号称地表 地球表面最大的宗教盛事 就是一年一度的这个麦家朝圣 这对穆斯林来讲 这个伊斯兰宗教的这个年度盛事 今年是定在6月14号到6月19号 那这个有28国超过180万人 都要聚集在这个圣城的部分 来进行朝禁 朝禁就是这个朝拜的朝禁 见得近 朝禁或朝景 那我们先讲 就是说为什么叫朝禁呢 这个也是所谓伊斯兰 他们所谓的武功之一 要念武功 那包括了所谓的礼拜 送念正言 施舍 斋戒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朝禁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朝禁 要怎么做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圣徒 要到一个所谓的大清真寺 大清真寺 那这边有一个正中央 卡巴夫房 他们要针对这个卡房 卡巴夫房要先逆时针 绕七圈 绕完七圈之后 这个期间你是不能进食的 但是可以喝水 可以喝水 那所以你这个绕完七圈之后 蛮大圈的 你才能进到这个清真寺里面 进行礼拜两次 这就是所谓他们所谓很大的一个 这个武功之一的这个宗教仪式 那我刚刚讲了 因为这个绕这七圈蛮大 人又这么多 你刚刚讲到天气 刚刚大家一直讲说 破记录破记录到底是几度 根据17号气温的统计 你没有听错 51.8度 真的很可怕 51.8度 对 这个你说这个当地政府在那边洒水 降温 还有带什么小电风扇 那只是越吹越热 而且就被说这一次感觉 好像水也准备的不够 所以很多降温小物 似乎也发挥不了什么效用 因为太高 太热51.8度 那你要想想看 这个里面又不能进食 那是不是就代表说 有人人在饥饿 然后你又整个严重脱水 再加上日晒 这真的是正常人都动不掉 那我要想讲说 你说这么多人 那这个朝拜 大家都想去 你只要是穆斯林 或是伊斯坦教 你都会很想去 可是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去的 因为按照沙布地阿拉伯 他们有一个官方 你要参加所谓的官方朝禁 他才能发给你所谓这种朝禁签证 那你知道刚刚新闻也有报了 平均一个人的价格是19多万 等于说是20万 20万 所以你对很多人来讲 你这样一趟的旅程 你要花20万 这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负担得起的 那所以你没有办法 寻官方的管道的话 就变成要偷 就是说参加 以私人的签证来做旅游 所以今年高达 1301人 这是目前官方的统计 1300多人 在这个高温时下 就死掉了 那很多人 基本上超过八成的人 都是用这种 不能说偷渡 他们是用私人的签证的方式 因为他们不想 找旅行社去办 对 因为你可能脚不出来 20万官方的朝鲜先生 你可能脚不出来 所以你就变成去参加 私人的旅行团 那私人旅行团 他当然讲得很好听 就说你不需要20万 你只要付一半的价格 甚至更少的价格 我就会给你五星级的招待 但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这个16家旅行 目前是被吊销执照 因为他们说你害死人命 为什么他们这么恶劣 他们就是说收了你的钱之后 也没有像他们所谓的 有游览车什么的 甚至半途有可能就把你 丢包在路边 所以有些人是被丢包的 对 那可能车上没有水 对 其中有被发现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70岁 来自埃及的那种偏乡的地区 他就是 因为他没有20万 但是他存了大半辈子的钱 一个五个孩子的母亲 那他就想说他脚一半 他就给这个所谓的旅行 所以让他来办 结果后来他半路 真的就被丢包 被丢包 那更恐怖的是 他沿途 因为有些人被热死了 那因为有些人被丢包之后 你没办法 你没有车 你只能徒步 那又那么热 所以他看起来很多人 就是都死在路边 所以等于说 对这些圣徒来讲 有的真的是跨着尸体前进 你就可以知道说 本来是一个朝圣之路 竟然变成了地狱的炼狱 我觉得是大家都 都没有办法乐见的 但是可见他们是 真的非常的虔诚 就是这么艰困 但是还是一定要到当地 因为这是一辈子 你就想要做事情 所以对他们来讲 有的人是存了一辈子的钱 我就是想要找 缴这个朝境的签证 而且就是必须要在 栽戒月的时候做 对对 可是现在这么的热 你看上千人 因为这极端 我们刚刚明玉姐 有讲到51.8度 这个温度太恐怖了 不过我们不要说 麦家温度这么高了 其实现在全球 我们都知道地球暖化 对不对 我们一直在讲 说要节能减碳 要救地球 这是真的 因为冰山一直在融化 而且有很多地区 也出现了极端的高危 我们就要问问民友 除了呢 刚刚我们讲到的麦家 其实台北真的也很热 台湾也很热 然后哪一些地区 他们也有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灾情 现在比较让人家意外 是北半球 因为我们大概从小到大 教我们纬度的时候 北半球应该没有那么热吧 可是现在恐怖的地方 除了麦家的温度提高之外 现在北半球 也都超过四十度的一个状态 包括美国的芝加哥 还有亚利桑那州 不只人烧殃 因为他们养非常多的农场 养非常多牛汁等等的畜生 结果也一起遭殃 因为水不够 因为水源不到 甚至引发国会纠纷 另外呢 就让人家比较意外的是希腊 我们一般想象的希腊 很漂亮 微风吹来 看着那蓝色的建筑 在那个海域上面 结果现在希腊高温 到什么程度呢 就有观光客说 如果十分钟我没有到水里 我身体会受不了 如果十分钟 我跳到水里之后 没有马上起来 跑到阴凉处 我身体会受不了 我跑到阴凉处 没有再补充水分 我会虚脱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现在希腊很多人去那边旅游的时候 就会告诉你说 你要去沙滩的时候 记得要带阳伞 要记得找一个可以防晒的地方 因为已经跟我们想象中那浪漫的希腊不一样 因为整个热浪来潮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观光客也吃不消 所以就有统计说 如果今天2024会造成气温创纪录 你看我们看等一下讲到印度或者希腊 或者是刚才卖家的部分 温度都已经在创纪录了 对经济有没有影响 那肯定的 经济有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提高了1.5度 那我们的GDP就会降了0.8 如果提高3度 GDP就会损失2% 如果是7度 GDP就会达到3.9的损失 各位冲击什么样的产业 建筑采矿农业 还有我刚才讲的畜牧业 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现在最离谱的 刚才有一度传出说 印度标到53度 后来说没有啦 是预测错误 印度现在也有50度 根据5月 50跟53度一样很正 都是很正 差不多 你看我们30几度体感40度 我们都觉得 就已经不想在外面待着 对 烘烘了嘛 印度现在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们大家都知道 印度的民生建设比较低嘛 所以水源的供给会比较不足 尤其是地下水问题 过去我们都认为印度非常脏乱 登革热恒生等等的问题 现在印度不只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已经热到什么程度呢 热到他们的水源供应不足 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甚至有贫富差距 穷人喝不到水 因为水源供给的问题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往 往比较阴凉的地方去移动 各位要知道印度现在 去年我记得这个时候的新闻是 印度的登革热高峰 非常的危险 那因为有媒体就去采访 中国在那边的教授 住在印度的教授说 去年高峰那么危险 现在的印度怎么样呢 他说我们家旁边的田 今年很奇怪 没有蚊子 为什么呢 蚊子也受不了是不是 太热 连绝绝都活不了 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吗 这算另类的优点吗 我不知道因为去年是高峰 今年说没有蚊子 这种热想象到吗 动物都受不了 世界纪录级的 这听说是三十年来最热的一次 所以连蚊子绝绝 大家知道他非常强韧的生命力 他都没办法活 所以今年因为太热 所以印度登革热 反而是杜绝了 现在就害怕雨季 因为雨季潮湿的时候 那登革热就会再兴起 这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对 我不知道 可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热造成的农业伤害 会非常严重 最近我看到印度他们也在报导说 他们的农民包括水源灌溉 都已经出问题了 然后所以我才跟你说 他有贫富差距的问题 对 那由于他们的粮食本身不足 然后基础建设又比较落后 所以就会变成是一种公安危机 而且政府应该强力的去介入 而且热道呢 各位可以知道说 我听说印度啊 现在热道包括猴子都要做CPR动作了 对 现在这个画面就是 各位你知道吗 猴子也受不了 我们去过印度的时候 印度有几样动物都非常有名 第一个是老鼠 第二个是牛 第三个是猴子 因为他们把他当成是印度神的化身 所以猴子在印度非常猖獗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猴子 竟然可以掉到地上去 因为一般他在电线赶上 乱咬电线乱吃人家东西 印度人已经恨得牙痒痒了 终于他掉下来了 中暑了啦 中暑 连猴子都会中暑 你看我们看到印度警察 还要帮他做CPR 而且还要帮他灌水 这个真的是 现在对人类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跟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事情 我要问一下 那个献哥 刚刚明佑有提到 就对GDP会产生影响 不要说人中暑了 经济也要中暑了 那你说像这样农业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转型 或者是因应吗 因为温度以后 只会越来越高嘛 对 其实在地球最热 是去年2023年的7月7号 平均的温度17.24度 所以我们现在 今天看到了什么印度 中国的这个表面 路表温度70度 都是少数地区 对整个地球来讲 7月7号还没有到 所以真正的一个 真正热还没有到 那在过去的50年 我们说你如果拥有持有 你就拥有世界的掌控局 我个人认为未来的50年 你拥有水源 你就是拥有世界的掌控权 那因为你第一个很简单 你气温升高 冰河南极北极农冰 那第二个 再来我们来看 就是干旱 再来洪水 再来火灾 我们看到夏威夷的火灾 一烧烧的那样子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因果 为什么 因为不是上帝毁约 是人类背信 我把一个好好的地球交给你 你人类是烂肯烂花 光是阿富汗在过去的20年 70%的森林全部砍光 在过去地球每年砍 730万公顷的森林 现在全地表的森林 占整个地球面积 百分之三十一 但是在2009年的时候 占百分之四十 已经又多砍了九个百分点 那730万是什么概念 是两百八十万个大安森林 这样砍掉 一年这样一直砍 不是嘛就是 所以现在2015年 全世界有一个巴黎的气温协定 说我们现在讲好了 大家开始要节能 减碳 对啊 那要让温度要降下来 但不可能降下来 那我们希望不要升超过1.5度 问题是欧洲是最严重的 欧洲升了2.3度 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忧心了 用电脑的模型去跑 到2049年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人类的经济 因为气温的高涨 会损失三十八兆的美元 那三十八兆是什么概念 是什么概念 台湾GDP的三十倍 所以台湾人叮生叮四十年叮叮的 三十倍没掉了 那另外用电脑去跑 未来的二十六年 也就到二零四九年 那这样的话 如果今天一个二零二四年的美国婴儿出生 他到二零五零年的时候 甚至他一辈子到八十岁 他要因为气温的高升多花五十万美金 一千六百万台币 一个人喔 那为什么会花那么多 你医疗会增加 你的房屋 你的那个粮食 因为一干旱以后 所有房小玉通通涨嘛 你粮食通通涨嘛 所以你这一辈子本来要花多少的 A再加一千六百万的台币 那你想想看这样怎么行呢 那么热农作物也做不了 一定做不了 所有的经济都没那个 所以今年我们台湾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一次中国大陆的一个华南的水災 还有河南河北的干旱 它造成了粮食 可以预见了未来三个月 比如说台湾过去我们的水稻田 一直减少啊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没在吃饭都该吃米粪嘛 那米粪进口就好 我们的稻米都剩下来 那如果万一没稻米的话 我们跟谁买 我们跟泰国越南买 问题如果泰国越南也是干旱呢 你到时候你要怎么去进口 所以台湾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那目前来看的话 以目前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说 那如果我们已经预知到二零四九年 每年要损失三十八兆 那如果我们现在每年花六兆 每年都花六兆 然后去改善去节能减碳 再生能源 水力 风力 太阳能 来增加这样的一个设备提升 减少碳排放量 二零五零年能够到完全的零碳排放量的话 那这样可以在未来可以减少 我们刚三十八兆 减少多少 九十七点四趴 甚至还会转亏为云 那很重要 对 所以现在我觉得尤其是美国 美国根本就不签 美国人是全世界最浪费的国家 那你美国就是全世界 你看好的都在带 败的都在带给我们 四个两个没办法 什么都在带 所以这个时候要全世界 真的要坐下来谈 你现在已经可以 这都已经是模型在跑 电脑模型在跑 这不仅仅嘛 所以你既然知道二十六年会怎样 那你现在赶快做还来得及啊 因为我觉得以前讲地球暖化 大家可能会觉得感受好像没有很顺 会觉得冰山融化 北极球没东西吃 你会觉得好可怜 可是你会觉得好像离我很远 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台湾 就会发现温度真的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尤其我们刚刚讲到这种五十一点八度 四十度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我们要请怀子来 帮我们具象化一下 五十一度 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对 玉林 你我们觉得最近的天气 已经越来越热了 非常热 我今天早上一来 我隔壁的同事就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这个周末啊 我在外面觉得好像热到无法呼吸 他真的是这样子说 就是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你只要站在那边 你就会觉得好像汗水 就这样默默的滴下来 对 有没有 对啊 那其实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像我们平常在泡温泉 四十度 你有觉得很热吗 是不是很舒服 对 那就是因为台湾 其实是一个海岛的国家 那海岛国家水湿度会比较高 因此呢 它温度虽然可能是 看起来三十几度 四十度 但是你体感温度非常的高 就是会超过四十度 甚至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三十七三十八度 你可能搞不好逼近五十度的体感温度 都有可能 那像我们以前常常在出外景嘛 那如果 因为摄影师都很喜欢 叫我们站在大太阳底下 他说这样比较漂亮 对 那我们比较好看啦 对 那你就会觉得说 哇皮肤就有点刺刺的 刺痛刺痛的感觉 如果站太久 然后站在那边呢 你完全不需要动 然后汗水就一直滴下来 然后就心里想说 到底好了没 到底好了没 那感觉像什么呢 你有做过研盘浴吗 有啊 对 研盘浴是不是就把你用那个 扔 包起来 整个人包起来之后 你就躺在一个板子上 然后觉得好热哦 然后就开始蒸你 然后你只要把那个保鲜膜一撕开 全身的汗水就这样 啪 这样子喷下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问题是 我们又湿 对 我们又很湿 湿跟热加起来更热 体感温度非常高 那其实在两年前 日本他们也有一度 就温度非常高 大概来到三十五度左右 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他们就看到 这个田里面有四只熬虾变成红色的飘在上面 是真的煮熟了吗 就仿佛是不是被煮熟了 本来是蓝色的 对 那后来就是 后来他就有解释说 其实就是他只要在不适当的温度下 他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死掉这样子 所以并不是他可能真的被煮熟 是说这个温度才太高了 他也受不了啊 那如果到了五十度 那是什么概念 真的非常可怕 你知道吗 因为啊 在美国加州啊 他们去年 他们热浪来袭的时候 就到五十三度 对 那他们说这个车子 就会变成一个烤箱 对 所以你坐在里面 他们就把披萨放在里面 然后说大概十分钟之后 你就会发现 起司开始融化了 好可怕 九十分钟之后 竟然就烤熟了 就连披萨都可以烤熟 然后之前不是还有人说 可以煎 就是什么车顶 还可以煎蛋吗 所以他们其实 这是一点都不夸张 那专家他们有讲 其实哦 如果人体 到了四十度以上的话 你就会觉得 好像有点没办法调节 那个温度 我就不太舒服 那到了五十度以上 你其实连喝水 都没有办法降温 是真的真的 其实这热伤害危机 是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么热的话 你一定不会想要 在外面待嘛 那当然就对经济来说 一定会造成一定的冲击 我可能就不想要出门 我就不会购物 不会消费嘛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像刚刚我们都讲到很多 不只人受不了 其实动物也受不了 我问一下名友 蝙蝠也不行了 是不是 对我觉得 刚才讲到猴子嘛 我们过去知道说 蝙蝠是在山洞里的 对啊 那山洞里的蝙蝠是 我们属于我们这边的 可是印度的蝙蝠 它是呆在树上的 所以它白天的时候 都是在树印下面 对 结果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楼带上面 很特别的什么 蝙蝠是掉在地上的 各种掉在地上 对 因为已经热到说 蝙蝠都被烤熟了 掉在地上 啪啪啪的 我要跟各位讲 因为过去我们去印度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树上 导游会告诉你看这个树上面 有很多的蝙蝠在那边 结果现在你都不用往树上看 你只要往树下看 蝙蝠全部掉在地上 原因是什么 因为真的太热了 因为连人都受不了了 各位知道吗 印度今年过世 因为热过世的就有两百多人 那何况是蝙蝠这种小动物呢 因为它们喜欢在阴凉处 现在如果连树的枯萎 阴凉处减少 它自然就是没办法去承担那个温度 然后就掉在地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落袋的时候 大家除了看猴子之外 蝙蝠它应该成群结对的在树上 怎么会掉到地上去呢 那有些国家呢 就会认为说蝙蝠是可以食用的 也不用去抓啦 直接地上就有啦 这地上用剪的就好了 这样剪成熟的果子一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落袋的时候 是让大家蛮意外 但是这也告诉我们 它会造成物种 因为温度效应的关系 造成物种的灭绝 这是可能性非常高的 我觉得明佑讲的非常的正确 就是现在专家很担心的 就是如果这个温度很高 不只是人类生活会很窘迫 好我们还可以开开冷气 在室内对不对 但是你看动物们怎么办 如果没有树荫可以乘凉 没有水可以喝 可能就会发生这种 状况 那刚刚明佑讲到了 有印度的猴子 然后印度的蝙蝠 那接下来的这个动物呢 就跟我们有一点关系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让大家看看 本来要来到台湾的马来魔英雄 但是没有想到回到台湾之后 就过世了 怎么一回事 在经过调查之后就发现 真的也跟天气热有关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对话五千聊的节目现场 我们持续要来关心这个天气热造成的伤害 我们就来看看最近很多民众非常关注的 也是焦点新闻之一 就是马来魔英雄 他来到台湾结果不幸过世了 现在死因确定是因为热紧迫的关系 发现他的体温居然高达了41度 我们先来看我们的报道 两岁多马来魔英雄 在日本横冰动物园内趴着吃东西 或走来走去呆某模样吸粉无数 但22号日本报道 马来魔英雄已居台湾途中死亡 北市动物园立即解剖 经过一天时间研判死因为热紧迫 综合这样的一个症状 跟解剖的一个病症 我们给他的一个就是死亡的原因 是因为热的紧迫造成的一个全身 循环性的一个障碍 障碍跟明显功能的一个障碍 引起的肺水肿死亡 经过解剖发现 马来魔英雄外观上头部大面积擦伤 四只脚蹄部磨损缺损 造成香龙出现大面积血迹 除此之外测量他的体温发现 英雄核心温度飙升至41度 还出现体内脏气等受损状况 究竟两小时运输过程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对于死因结果日方无异议 只是外界猜想英雄遗体是否能做成标本 原方表示几率很低 目前以病理解剖为主 但过去明明就有运送马来魔经验 却唯独英雄出世 马来魔英雄死讯 看来台湾的温度真的也是也很高 那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呢 怎么会发生这么热热到命都没了 要问问明佑 你也有关心可爱的马来魔 会带小孩去看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住动物园旁 所以我要讲一下 其实我们今年三月十九号的时候 我们台北木榨动物园 才送了一只叫魔斗的马来魔 送到日本的东山动物园去 那这一次英雄 他要送到台湾来 也是因为要进行所谓的血缘交流 那因为他们不行不能近亲繁殖 透过这样的方式去交流 所以这只马来魔在横滨公园 其实是一个明星级的动物 因为在两年前他出生的时候 因为他身上会有星星的斑点 所以很多网友就说这个卡哇伊 所以就会一直拍照他 然后把他做成可爱的 不管是桌布或样板 但是这一次来台湾交流 本来是认为说可以促进台日之间 动物之间的血缘交流 然后让我们亲上加亲 可是很可惜在二十一号 他到台湾来的时候 大概八点半的时候 降落在台湾的机场 那在仓储的准备过程里面 在九点十五分打开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死亡的一个状态 僵硬 对然后后来大家去测他的体温 既然体感的温度来到四十一度 太热了 对而且他身上有一点点的擦伤 然后发现他心脏已经开始衰竭 所以抢救也抢救不回来 所以就有人在说 怎么会这样呢 日本网友就感到非常的不舍 他就说那可不可以把那个遗体还给我们 把他的尸骨至少跟他爸爸妈妈埋在日本吧 因为他在我们日本可是明星动物级的呢 所以呢 大家就开始讨论啊 就说那不然就是再赶快取金 然后来繁殖 结果发现他的金子没办法使用 因为已经熟了 太热了啦 那有人就说 那是不是有机会 像之前河马的问题一样 送到美国去做成标本呢 我要告诉各位也没办法 听说听说评估起来 这个可行度相当的低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日本的航空公司日航说 没有啊 我们过程里面都没有什么异样 怎么忽然间体温会升高这么多 然后因为热颈破死亡呢 所以大家一开始是怀疑说 他本身就有先天气疾病 或者是有传染病的可能性 可是经过我们台北动物园的解剖之后 才发现是热颈破的原因 但是你看哦 天气热造成这么珍贵的马来摩 在台湾来 本来要进行所谓的交流 大家非常惋惜 因为会认为说 本来这么可爱的动物 如果能够在台湾繁衍成功的话 对台日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好的 这只动物园 这只动物本身在横冰动物园 就是明星级的动物 所以也要在这里呼吁 因为木栅动物园自己有表示说 未来在整个运输的过程 他们要再去做通盘的检讨 因为老实说 再种这么样动物到台湾 到世界各地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动物 应该要更多的了解 所以在运输的过程里面 到底有没有人在监看他的温度 或者他的保温箱里面 或者他的篮子 那个箱子里面的封条等等 他的温度可以达到几度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应该好好地去研究 不要再发生 因为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有这一次马来某的经验之后 我们更应该去检讨整个运输过程 还有天气状况 是会成为正比的 尤其是现在因为热道 大家都一定要开冷气 就是不开真的会有一点点受不了 可是现在大家担心的问题 好像慢慢地浮现了 就是最近跳电或者是停电的状况 似乎是有一点多 那么今天又来了 在淡水大停电 超过了四千虎 所以当然大家对这个能源政策 是有一点点担心的 这未来应该要怎么办呢 先问美玉姐 先讲 因为这个第一个 刚刚主持人讲到 就是说只会越来越热 那再加上就是说 我们现在AI 很多黄人区 我们之前我们在大肆宣传 大家都要来投资 所以不管是商业用电 家庭用电 都会增加我们的用电量 那事实上台电 因为每年大家都会在问 我们到底缺不缺电 到底会不会跳电 这些问题 所以台电就说 不用紧张 我们才祭出三招 包括卖聊的电厂一号 将来要研议 第二个就说 如果真的很紧急的时候 我们会抽出水利 水利出厂来救援 第三个 如果真的真的不行 我们只好跟民间企业 来调度用电 台电才刚讲完 所有这三招 结果今天早上 但也就停电了 影响到四千多户 那四千多户 事实上台电说 我们一分钟之内 就有一百多户就修好 那事实上 其他三千多户 大概也都半小时之内 就修复完了 可是你要知道说 因为现在真的天气太热 你不要说一分钟 现在如果说你开电风扇 电风扇吹的风都是热的 你更不用讲 那个摇扇子也是热的 所以可能大家现在 都必须要开冷气 从很早起来 你可能起床就开始开 甚至连睡觉就开始 一路吹吹吹这样 那所以你对于这些民众来讲 半小时 他可能就忍受不了 那除了说家庭用电之外 你不要忘记 你停电的话 你也会造成这个红绿灯 整个交通的这个大堵塞 包括你说这个在淡水部分 有淡金公路 红树林 那个平顶这边 交通都有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这真的引发 很大的一个抱怨 那再来讲到吴独游 18号前几天的时候 发生在哪里 不得了 内科 内科 对 内科当时 也是突然的停电 在11点18分的时候 当然他说他抢救的蛮快的 也是差不多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655户就赶快把它抢救完成 但是你对内科来讲 那边不得了 江南街 瑞湖 瑞光 很多的高科技公司都在那边 所以当然大家就会紧张 那你要讲 就是说刚好这两起 为什么会内科跟淡水 突然发生停电 那这个就出来讲 不是缺电 不是缺电 地下电缆出现了问题 因为黄仁勋他前提也说 他说就比较担心的 就是台湾用电的问题 因为像是那种半导体产业 他们都要用到非常大量的电 那我们刚刚讲到 一个是民生 然后再讲到是企业用电 那事实上 其实台电要分两大部分来看 你一个是缺电 你到底有没有缺电 尤其说你要非核家园 核能都要除疫之后 你有没有缺电这个问题 但是台电是跟你保证说 我们是不缺 经济部是保证不缺电 但是你回过头来 你不缺电的状况之下的话 那停电又代表说 我们电网是不是脆弱 跟大家报告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台湾半导体 现在因为我们现在 要朝AI大国来开始发展 所以预估 你从2021到2030年 我们光是半导体的电力 将会成长到236% 236%高度的一个成长 这也是拜AI蓬勃发展所赐 可是你如果说 你一方面保证不缺电 但是我们的电网 之前大家不是听到吗 什么小鸟误触 松鼠 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电网 整个瘫痪 或是整个大停电 所以很多的原因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变成台电它投了5645亿 希望可以做这个 为期10年的一个 强任电网的计划 那当然强任电网计划 这个还包含很多 你除了说我们一般的 这个传统电网之外 你想想看未来我们要 这个朝这个太阳能发展 还有所谓的这个 社区离岸风电 这个都是所谓 供电系统的一部分 等于说你这个强任电网 都要涵盖 包括你这个太阳能 或者是说什么风力 这个发电的部分 未来都要涵盖进去 所以我们希望了 你希望说可以保证 这个不缺电的同时 但是我们的强任电网 这个也是大家 现在要开始注重的一环 因为现在才六月多 最高峰还没有到 七八月份还没来到 现在就已经常常 时不时的会 可能停电或跳电 所以当然难免大家紧张 我们就摸摸怀子 怀子平常会去采访 非常多的店家 有没有一些老板们 大家对于这个停电的状态 可能也是 其实是有一点点悠行的 对啊 其实老板他们都还蛮担心的 因为一旦停电的话 绝对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因为大热天的 谁要在那边 就是没冷气的情况之下 吃饭 大部分都是餐厅 那其实近期台湾 真的是跳电事件频传 那我之前呢 还有最大的苦煮 就是桃园 我之前还跟同事们开玩笑说 桃园人是不是很没有爱啊 为什么他们会一直停电 一直停电 停一阵子的苦煮 对 他们的四月份呢 一整个月哦 已经停电了三十五次了 平均一天就至少会停超过一次 而且受灾户呢 平均就是多达两千多户 所以桃园人之前 就是哇哇叫嘛 连他们市长都出来骂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们桃园停电 对不对 然后再隔一个月 五月十二号 那天刚好是母亲节 大家都在外面餐厅吃大餐 但没想到呢 新北市就有很多地方停电 包括板桥啦 土城 然后再来扩及到桃园 最最影响最大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新竹的香山 其实大家非常在意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是新竹嘛 就觉得是半导体重症啊 虽然香山可能在旁边一点点 那如果现在已经停到香山 未来会不会就停到我们的竹歌 非常有可能嘛 所以大家就很紧张啊 皮皮刺 对就没想到三天后 换高雄停电了 这个林园 他们说是这个配电线路损坏 所以又有两千多户停电 其实每次好像不是线路坏掉啊 要不然就是什么 有小动物互闯 好像他们很容易造成灾祸这样子 那没想到三天之后 隔壁的台南也开始停电 而且这些停电的地方 都是人潮很密集的地方 你看像是什么永康啦 然后中西区 北区东区等等 就是大家逛街会常常到的地方嘛 那你看奇美博物馆 还有这个南坊购物中心陷入漆黑 你要想我可能去南坊购物中心 消去吹冷气 对 结果进去之后 一片漆黑 然后冷气也没有 这样子 气死了 对气死了 而且店家电影会生意影响非常的大嘛 那原因就是说就是设备又跳脱 嗯 对 那刚刚那个明杰有讲到就是18号 就是内科停电 那我们三立也是苦主啊 那时候突然停电 然后大家也停电了一下 刚刚都还没有出 那样子 早安还没出 早安还没出 对 紧张了一下 最悲惨的事 对 第三字经整个表情 对啊真的 幸好30分钟之后他就来电了 我们刚刚还没有那么紧张这样子 但是其实6月22号就是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六啊 大家应该有点印象说 诶 信义区也停电 对 而且呢 那时候一度传说就是停电了八次 那就是说因为他那附近的公园嘛 有着火 所以他们就是要求配合紧急停电 但是呢 后来台电有出来澄清啦 因为我在那个群组里面 他们就说哦 不是哦 是民众投报了八次 但实际停电没有那么多次啊 可能两到三次 哦 这样子 好的 但是一直停电一直停电 让大家对大家的确会有一点点担心了 所以说这个未来发电的这个问题哦 那么麦寮电厂延益 有办法就现在的这个可能 还有大家可能会担心用电量太大 尤其是高峰期来 那麦寮的电厂延益 有办法可以补足这个缺口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节目电厂 我们持续要来讨论 现在这个夏天啊 毕竟是用电量的高峰嘛 那么大家很关注啊 说如果一直不停发生的跳电啊 停电啊 那到底有没有缺电的问题呢 好 那么现在麦寮电厂要研溢 有办法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或是缺口吗 我们先问一下献哥 其实缺不缺电呢 目前台湾是两极化 官方的是不缺电 那民间的时候一定缺电 那我们来看这个后面的背景 今天的使用率是百分之九十二 也代表说被载电容八趴 那理论上来讲 被载电容应该要十五趴以上 所以理论上我觉得 现在还没有夏天真正到哦 虽然是六月 今天还是很热 三十五度三十六度 但是夏天还没有真的到 所以也就是说 冷气机还没有全开了 那冷气机是占 但所有家庭用电百分之四十 所以这一次卖料的研溢 经济部长说那是因为契约 因为他是民间电厂要交给台电 那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 还没有交完 说还没达标啦 对对对 那以后还有所谓核三要不要 研溢的问题 我觉得很简单 第一个台湾是一定会缺电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经济一直成长嘛 那刚刚那个名义有讲说 那个光是AI的部分就要增加两百四十七趴 你不要光是AI 我们把AI拿掉 光是台积电从五奈米到三奈米到两奈米 他台积电每年的电费就要增加多少四趴到八趴 那台积电目前一年去年的资料 他一年台积电是用了彰化线 一年的所有的电 他是一个吃水吃电的怪兽 所以吃水喔 而且吃电喔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我到时候用水粒来发电 水不够啊 电也不够啊 而且刚刚讲到说内科不是停了三十分钟 内科科也外科不可以啦 哪些外科 竹科南科跟那个中科 这三个都是外科 为什么 因为停了一秒钟 台积电就可能要损失 美金算十亿以上 所以我们的台电是在竹科南科 都特别拉一条大电缆给他们 保证不能停 连瞬间都不行 所以那他是还好 影响是很大 所以这三个外科都不能停 内科停没关系 外科再开到 所以你现在你想想看 他的光是台积电 他未来的成长 你现在一直家也要设厂 高雄要设厂 到夕市场他不用电 不用水 那你以后所有AI来以后 黄文勋讲 AI的运算增加一百倍 耗电增加三倍 那你现在台湾要有多少AI 那这些AI所谓伺服器 你增加出来的电 我们现在纯八%而已 你说你落地了纯一百块 花到纯八块 你要回去坐公车就不够钱 你知道吗 你会怕吗 会怕啊 对吗 你不能都这样啊 所以电的品质很重要 你说你常常跳电 桃园那跳电 跳电回到另外一会儿 你们家的冰箱 你们家的学生 你们家的都会派 那天气会 也最派的 本来天气要 刚刚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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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还要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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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年後 五年後一定會缺電 所以現在趕快想辦法 剛才憲哥聲聲疾呼 我們問一下民佑 那這個電的問題 對於賴政府來說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 因為我們要發展AI 那政府的方向也很明確了 但是剛剛憲哥也提到了 那你要發展這一塊電力真的很重要 那未來要怎麼樣去做因應呢 去做民間企業的調度嗎 我覺得這個困難度 還是相當大的一個考驗 因為過去我們都在講說廢核廢核 如果明年真的核一廠除一之後 那我們要考慮的是核二核三廠 能不能研議 我老實說這個我們要好好去思考 因為過去我們一直在說非核家園 要用再生人員來發電 那我們可以看到包括麥寮 他為什麼繼續 他是一個火力發電 其實他造成的空氣汙染 其實是很很嚴重的 所以既然他要研議的時候 我們應該去思考 因為我看賴清德總統 找那個佟子嫻 來擔任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的副召集人 因為同此前在接任之前曾經提出說核二核三應該要研議 然後加上這個新型的核電廠裝置 就是芬蘭的OL3的核能裝置 然後讓這個電量可以足夠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 因為確實 因為賴清德在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一直在處理所謂的五缺的問題 那現在電力問題眼看著為什麼網友在小坑說 政府說備載容量還有七Percent 那網友怒了 說只剩下七Percent 因為大家確實說政府一直告訴我們不缺電 然後我們也希望發展綠電 那要做走向非核家園 可是當備載容量剩下七Percent的時候 對很多網友來說不解 這不叫不缺電 是備載容量只剩下七Percent 所以就會變成說網友非常憤怒 但是我們要去思考 政府經濟部應該好好去討論說 怎麼樣讓電力集中 還有我們老舊電網其實是耗電很大一個主要的原因 對 剛剛茗玉姐有說 對 那老舊電網的汰換這一件事情 從好幾年前 我記得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我不知道什麼宜蘭哪個電網斷掉之後 北部大停電 為什麼會這樣 表示我們電力設備的老舊 已經會造成停電的問題 像剛才講到內科的問題 內科那麼多的產業中心在這邊 如果他一停電造成的損失有多大 所以我認為除了在討論核能研議 或者其他燃油的研議之外 應該要去討論的是 我們老舊電網的汰換速度真的有夠慢 的確是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對不對 所以很多民眾都說完了 那我在家裡可以開冷氣嗎 有人就說那麼熱 怎麼可能不開 可是大家又很怕電費好貴 因為電價有漲 所以有人就說那你裝變頻冷氣嗎 就說你連開沒事啊 有人分享說我連開兩個月喔 帳單才一千多塊 好 那很多網友就很興奮 就想說好 那我也來跟著做 結果他就哭了 為什麼 因為他收到的電費帳單是六千多塊 快要七千塊錢 所以這個變頻冷氣真的能省錢嗎 摸一下憲哥 因為我們政府在過去在推動那種 變頻的電氣部分來講 其實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們一般買冷氣可以補助五千塊 可以補助七千塊有沒有 然後電冰箱都有 但是他也分級 他分一二三級 那在過去過去的是三級 那你如果三級的跟現在的一級 差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說現在一級的 你可能比平常 假設一個冷氣機是兩萬塊來講 現在可能就是要三萬 那多一萬政府就給你補助六千七千 然後你就可能就是要多花三千 那多花三千 你什麼時候會賺回來 你可能兩年的電費可以賺回來 所以現在就是這樣的概念 這變頻 但是冷氣機的使用 因為冷氣機我很內行 因為我以前就住在東元上班 我一年裝兩百台冷氣 這冷氣機第一個 我們過去的房子的設計 冷氣孔都在很高的地方 這是錯的 因為冷氣是往下降 熱氣往上升 有一些調高三米 三點四米的 你冷氣孔很上面 那個冷氣機要下來要熱很 要冷非常困難 時間要拉得很長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冷氣機它有一個防塵罩 以台北的空氣來講 我昨天晚上兩點才拉出來洗 才一個禮拜已經髒得不行了 防塵罩要每個禮拜洗 另外你的房間 一定要有一個小小的電風扇 讓冷氣 因為冷氣下降 下降的時候讓它循迴 讓它慢慢的循迴 那冷氣機如果晚上 你在開冷氣機的時候 它空氣會比較乾燥 那這樣的話會什麼 你要放一盆水 那我一般來講 我都用一個絲毛巾 用兩條絲毛巾 然後弄得這樣濕濕的 然後就掛在那個椅子上 第二天起來 那兩條絲毛巾乾得要命 那你如果不掛的話 早上起來喉嚨就會痛 所以其實有很多撇步 這些小撇步 那當然目前政府希望說 你二十三度到二十六度 坦白講 你如果家裡有小寶寶的 你開二十六度 也會跟你抗議 對 對不對 所以你沒辦法 大家都很有感覺 對 尤其現在孩子 以上都有小孩 所以很多人就旁邊說 你在家裡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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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可能 沒關係 你就可以大聲說 你家裡有小孩 我跟你說 你根本就說不出嘴 真的沒辦法 所以等一下憲哥就要教我們 怎麼樣子把電費賺回來 不是 因為你現在 一定要開冷氣嘛 對不對 你不開真的滿難的 那你繳電費的時候 心又痛痛的 你看這個網友就繳了六千多塊 所以憲哥跟我們都說 我們還是想辦法 努力的把電費賺起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那問一下憲哥 是不是有企業真的 因為用智慧電表 省了好多電喔 一千萬度 哪一家公司 日月光 日月光頭控 因為他本身是屬於比較低階的封裝測試 所以他用電量也是蠻大的 那經過智慧電表以後 他省了一千萬度 那對他來講 也就省了差不多五趴到十趴的電 消耗電 那剛剛講到智慧電表 其實他還有一個最大的功能 除了這個不用人工操錶以外 就臺積電可以遠端監控 那我遠端監控 如果知道突然某一個地方有一千戶 智慧電表不動 我代表停電啊 我就不用等你們打電話來 不用等你的回饋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也可以去監控 去做大數據 你們這個縣 你們這個區 到底哪一個家庭用的電比較兇 你用什麼電比較多 用有大數據出來 然後台電就會推出所謂的時間電費 以前不是講說你晚上十二點洗衣服的時候 會比較省電嗎 那有可能 你普通電表他才會分晚上跟白天騙鬼 對不對 那台電就騙鬼啊 那你一直不動啊 我們知道在二零一零年行政院就已經通過智慧電表的法案 結果到現在十四年 我們台灣的重大的大的用戶 像台積電那個有二點四萬戶 那一般的家庭有一千三百萬戶 你知道十四年裝了多少智慧電表 裝了一百七十四點七萬戶而已 那裝不到 十五趴 你們台電是在洗衣服 對不對 像每天說有電有電 你們每天在辦公室 你喝咖啡 光看報紙 你都沒有在診電 你騙說晚上十二點洗衣服 很多黑衣服都睡一睡 九點八點要睡 睡到十一點要洗衣服 洗一洗一點就睡 一天再做兩次睡 結果就不容易了 你就暴電表怎麼可能 所以其實真的台電 你要痛定思痛 說得到 做得到 趕快做 而且你用APP 用軟體加進去以後 就很方便 那大家都共同 全民來共同省電 因為地球已經暖化了 地球是大家的 又不是你的我的 現在天氣熱成這個樣子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說吹冷氣之外 就會想要喝點飲料 對不對 然後買一些 那種退熱的小物 我們要問問懷恥 現在其實每一年都會討論 每到夏天的時候 盛夏就會有一些 氣候淹夏概念股出現 大家覺得天氣好熱 那股市也好熱 所以我們到底要買哪些概念股 其實淹夏有很多概念股 那第一個就一定會想到 畢竟最近政府不是推出一些節能補助嗎 然後所以這些空調 然後冰箱大家就會想要換掉 所以就會有一些家電股可能會受惠 像是申寶 大同 和聯碩 那大同其實還蠻特別的 因為他現在也轉型做重電了 所以他算是有雙題材 那再來的話就是缺電 剛剛憲哥一直講好缺電好缺電 那重電股其實也蠻受惠的 尤其是最近真的漲得很多 像是釋電 雲爆 中興電 釋濟鋼 還有華晨 雅力 通通最近都是大家非常熱門的標的 那再來呢其實夏天 有的時候你不要說缺電而已 他也很缺水 尤其是今年沒雨 感覺夏的並不多 然後夏季用水又非常的多 所以這水資源概念股也很熱門 像是千富 台岩 國統 也非常受到矚目 那另外就是夏天 我們一定要喝飲料 要吃冰 所以你知道這個商機就會增加五成 那也是食品股傳統的旺季 那像是統一 艾滋味 黑松 泰山 通通都是在第三季的時候都是旺季 但是我有很認真去幫大家 看一下他們歷年來的股價 就是這個五月到八月 有的時候是漲的 那有的時候因為他們除全息 如果盤勢不好的話也不一定會漲 所以到底要怎麼挑還是要問憲哥 就是告訴大家哪一些熱門的標的 好 那我想像第一個大同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強韌電網 他需要的就變壓器 那現在大同已經拿到 美國強韌電網的變壓器的訂單 所以我們知道華城 你知道華城從多少漲到多少 我只知道雲爆已經漲停好幾天 對 華城從二十二塊漲到九百八十八 好 那大同到底怎麼買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對 目前來講他有兩個利多 第一個 我們先聽一下廣告 我們等一下回來要請憲哥 再跟我們講大同 到什麼時候是買點 好 重點是除了大同之外 還有哪一些能源股 現在可以仔細的去看 觀察一下 因為剛剛懷茨也有說嘛 有些死坪股不一定全漲 還是要注意一下盤勢 馬上回來 溫度真的很高 但真的是天氣越熱 股價也越熱嗎 我們需要請憲哥 剛剛有跟我們講到大同嘛 為什麼特別受到外資青睞啊 對 因為我們股票會長 第一個要有料 有夢 有題材 那大同來講 現在是有夢 有題材 第一個它本業以前是非常不好 因為公司內鬥嘛 那今年開始就開始轉好 開始賺錢了 那另外他在 今年他賣了福隆大樓 就那個 仁耐路那個福隆大樓 他那個有意外收入 這第一個利多 那第二個利多 就剛剛我們講到的強韌電網 那強韌電網分兩個 第一個是臺灣的強韌電網 因為臺這個 我們的臺電要花五千多億 所有的一些電線 通通要換 那些就是要很重要的變壓器 黑黑的那個 我們家裡有那個小小的 它就很大的變壓器 所以滑成才會長那麼多 中興電才會轉那麼多 市電才會轉那麼高 那強韌電網不只是這樣 美國也要一個強韌電網 因為美國的鐵路公路基礎 建設鐵工期都已經超過五十年了 那這個部分來講 你要去取得美國的認證 他也取得了 所以他未來吃兩邊 一邊臺灣的臺電 一邊美國的電力公司 第三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智慧電表 那智慧電表是一定要換 臺電你五千都睡了 你還欠了 真的 外面已經打雷公 打雷公司 你要去睡 所以過去來講 就是康書 中興電 大同這三家在供應 差不多平均 那我想如果這樣的話 他有三個利多 所以大同現在價格還算親民 那我們來看康書也是一樣 剛剛講的 他也是在整個智慧電表 這個部分來講 他有 那中興電是比較貴 兩百多塊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說 幾十八十四塊 有一點比較貴一順 那另外夏天來的時候 我想大家也記得 那現在超商是全世界最厲害的 你到超商去應徵他的電源 我覺得他好像前手關音一樣 十八班五一要養心 對 前手關音 以前你可能三個小時就上手 現在三天你還上不了手 通通都要賣 除了骨灰潭以外 其他都賣 真的 其他人要整個賣掉了 夏天到了 現在百貨都賣 所以其實超商 對他們來講 夏天就是旺中止 旺 那你證明說過年 不是 是那個 那另外食品公司 比如說統一 衛權 這些都是夏天來臨 那些飲料 飲料最好賺的 那一罐 本錢三塊 賣十塊 十五塊 甚至賣到二十塊 你看現在水比油比較貴 你現在一個礦泉水的話 就二十幾塊 三十塊 你現在拿那個瓶子去加油站 加水 加油才十五塊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水越來越貴 那水是最好賺 對不對 礦泉水那不用錢 那不用本錢 像抽就有 所以其實那一些有相關的 在夏天來臨的時候 他都會表現一下 一個月到兩個月 但是 但是 你也差不多中秋節之前 就要跑了 憲哥講的要仔細聽 那夏天來了因為好熱 那很多人都想說 那不行 我要幫自己審一下電費 我不在家開冷氣 我去外面吹冷氣可以吧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百貨公司 賣茶 人突然就變得好多好多 可是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新聞 這是有一個店家 那個早餐店 他有一個新規定 說你要來我這吹冷氣 OK 可是你要有低消 那就已經發了非常多的討論 很多人覺得蠻合理 有人覺得怪怪低消早餐店 美玉姐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店家叫做營業店 營業店他說六月份 我店家要漲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限定 就是說有一家店 他就貼出公告 他說你這個低消從六月份開始 因應暑假要那個店價要漲 所以他說你八十塊 你來我這邊消費 你最低要點八十塊錢 然後我可以讓你做四十分鐘 可以讓你吹個冷氣這樣 那如果說你點到一百塊的話 我還可以讓你延長一小時這樣 好 那我必須說 你剛剛講這個 就是說確實是網友評價兩極 他們認為說 好啦 那你就提亮店家 因為這些什麼 這個共體 共體時間 對 而且你先講了 你先講 如果他已經貼在裡面了 所以你先講了 如果我不爽 我可以不要進去 我覺得你這不合理 我可以不要去 對 我就外帶 所以他覺得先講是OK 可是也有 店家也有話要說 他說因為有些人 就可能來點一杯飲料 可能一個奶茶一個紅茶 三十塊四十塊 他可能就給你做一個早上 可以站那個位置 我的小吃店就這麼小 對不對 所以店家有話要上 可是我也有另外一派講法 那你說之前淡家藥漲的時候 也是讓你漲 什麼一顆荷包蛋 十塊 漲到十五塊 問題是現在人家淡價降了 你也沒調回來 那所以現在你叫我 供體時間我OK 可是未來到冬天的話 那是不是又可以回過頭來 我點一杯奶茶 我可以在那邊坐一小時 因為你們開冷氣了 對不對 這是營業店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要漲大家供體時間 但是如果過了這個用店高峰期 你是不是要回來呢 對不對 那很多人都說 好啦 至少老闆有講清楚 你有先講 你願意的話 你就進去吃 那你不願意的話 就換一家 對不對 因為你看夏天這麼熱 這消暑其實很重要 所以消暑商機 真的也還蠻驚人的 我們問問明佑 這個消暑商機 在台灣可以達到多少的金額 如果從去年來看 因為今年剛開始 去年來看三個月 大概是六百六十八億 哇 像人 對不對 真的 大概平均每個月有兩百多億 所以主要是哪三個東西呢 人影 瓶裝水跟短袖 所以剛才憲哥給你們報名 這個是可以證實 所以這些東西 對 這些東西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夏天的時候 我看一個人力銀行 他做一個調查 我覺得蠻有趣的 大部分的人都不想要上班 冬天你也不想上班好嗎 你幹嘛把我們的心聲都說出來 然後容易疲憊 容易疲憊 沒耐性 易怒 工作效率變差 注意力不集中 情緒低落 頭痛 記憶力變差 哇 你說的都是我的症狀 對 真的是 好嗎 跟天氣沒關係 跟天氣真的沒關係 總要是問三百 我覺得所以我就看著你 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天氣真的沒關係 不過如果最近呢 因為天氣太熱 你的同事易怒情緒低落什麼 你要多容忍他一下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為什麼這個商機這麼可觀 是因為臺灣出了 我們在飲料市場 真的太方便了 你看7-11 什麼全聯 哪裡 有特價或飲料買一送一的時候 尤其到夏天 大家就開始進去 然後進去的時候 小朋友就說會先拿一罐 然後發現收音台沒有抽抽熱 再去拿第二罐 對 沒錯 每次夏天就這一套說 飲料商機當然無限 而且加上我看到 還有很多是買保養用的防曬品 等等的東西 那些東西是確實 大家現在非常需要的 然後還有買瓶裝水 我現在買水 真的就像憲哥講 雖然很貴 但是很方便 對啊 大家都不會像 以前都帶水瓶了 像我是固定帶水瓶 因為現在飲水機 隨便找都有 對 而且現在以前都只有冷 熱跟溫 那現在有熱 溫 冷 對 所以到外面去也可以裝得到 我告訴各位捷運站裡面就有 捷運高鐵都有 對 所以盡量省去買水的錢 人家是竊電 你是竊水 你是竊水 他這是環保 所以另外還有手搖引市場 我告訴各位 那一年 日本都那麼貴 對 現在手搖引 一個針差 一杯七十五塊大杯 以前我小時候喝的時候 四十五塊就覺得很貴 而且這連商機有多少 快一千億 九百四十二億 有沒有很嚇人 好可怕喔 對 現在還有一百多塊的珍珠奶茶 真的喔 我前幾天看到有一個 一杯六百多塊 我不曉得要加什麼東西 黃金喔 那可能裡面有一些 很特殊的金箔之類的 金箔在裡面 這麼多 現在你要想 他原物料原本都是一樣 他手搖引就把你套這位 譬如說什麼烏龍可以加珍珠 加椰果 好聰明喔 對 然後再加多少錢 然後這樣一直串之後 我告訴你那個商機真的非常無限 而且大家不只喝奶茶 最常最常點的還有什麼冰沙類 水果類的 果汁類的 對 加檸檬還要再加錢喔 因為你不要看檸檬汁不用錢 所以在飲料店的商機 各位平均每年可以將近一千九百四十二億 而且每個人平均在飲料店喔 就手搖引喔 大概每個月可以花一千零三十元 其實蠻多的喔 而且你看我剛才講那個夏日的商機 六百六十八億 你想上班族 平均每個月光夏天 除了一千多塊飲料錢之外 我還有這個要買這個抗暑三寶 人飲啊 瓶裝水啊 短袖啊 我每個月要再增加兩千四百三十三塊 會兩個空間起來三千幾塊 所以結論就是我們一起來開飲料店 坐在這裡幹嘛 飲料店真的很多 一座一仙 所以其實飲料店跟我們也不錯 不太談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現在高物價的一個時代來臨的時候 我們夏天三個月就有這樣的商機 如果今年好死不死 來個有史以來最熱的天氣的時候 對 你就會想像說 這個商機會有多麼大的無限 而且大家都開始去買 包括最近有出什麼冷感衣啦 什麼衣啦 降溫的啦 抗紫外線的啦 穿比不穿海涼啦 大家都搶著賣 我現在隨便走在路上機車 大家都現在反而穿長袖的冷感衣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台灣面對夏天 抗暑這樣的一個效應之下 對於夏日商機有多麼樣的熱烈 所以憲哥講的概念股要記得買 沒錯 還很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說夏天來溫度很高 我們除了節能減碳 奴隸愛地球之外 重點是大家注意一下 自己的身體健康 如果外面真的太熱 就不要趴趴走 然後要記得多喝水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佳萱喔 玉琳晚安 大家晚安 那請佳萱跟我們說一下 今天的前進大頭條 晚報有什麼重點呢 今天最慘的就是股市了呀 很多這個投資人一定慘兮兮 因為真的是今年第三產 今年的今天台股大崩439點 而且連全職股賣壓 真的都非常的一個沉重 很多人都說果然就是高點的時候 就變成了韭菜 真的嗎 本來上禮拜大家還在討論 說台積電要上看1000塊了 要直往1000塊奔去 沒想到還是要下車呢 很多人在討論了 結果今天一直給你跌到940塊錢 真的 從984跌到940 真的是不得了了 但是大跌的還有一個 哈日煮一定非常開心 日圓現在匯率變超級低耶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去日本玩的話 趕快 或者是你可以先換一點日幣 你換10萬的台幣 多賺了3.4萬的日圓 超多的 你算下來好像可以吃了三十幾碗的 那個當地的拉麵 所以其實日圓還會更便宜嗎 那當然大家非常關注的 就是日本他們整個匯率的政策 因為他們其實走貶也是他們 政府希望的方向 主要還是要鞏固他們的通膨 因為畢竟現在通膨的狀況 實在是還蠻嚴重的 對 但是日本官方說 如果再繼續降下去的話 他們可能會隨時干預匯率 但是很多人就問說 那我現在要換這麼多嗎 是不是要一批一批的分開換 因為有專家就說 不要這麼急的現在換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預估日本的央行 其實還沒有升息的底氣耶 還要再關注一下整體的狀態 對 那稍後鎖定前進大頭跳